那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主题就是讲这个人民币啊 破期啊 股市大跌 股汇呢 双杀在线啊 究竟呢 怎么了 那其实啊 关于人民币破期呢 呃 那这次呢 市场也是高度关注啊 其实每一次市场这个人民币汇率破期啊 市场都蛮关注的啊 这个 嗯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 19年那次破期的时候啊 啊 全市场啊 非常非常的关注啊 然后呢 央行也出来讲啊 说这个外汇 呃 就是汇率啊 是双向的波动的啊 就是说 呃 可以扁可以升啊 像一个河流还是怎么样 做了一个比喻啊 我已经忘了原话怎么讲的了 那这一次呢 又是破期了啊 那我们就讲一下啊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就是人民币汇率啊 这个在4月中旬之前非常强啊 可以说是全球呢最强势的货币啊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人民币汇率啊 最近这一波贬值的起点啊 那我们来好好分析思考一下 那人民币汇率呢 这一波贬值的开始呢 是从4月中旬开始的啊 从4月中旬的一波贬值呢 啊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呢 很快呢 是到了6.8啊 那在4月中旬之前呢 人民币汇率呢 一直是非常的强劲 强劲啊 从自从这个疫情以来啊 就是2020年啊 这个5月底啊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最高是快7.2啊 之后就一路升值啊 一直强势 持续强势的可以说长达两年的时间 在美元指数啊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一路上涨的时候啊 包括美元指数涨到100这个水平的时候啊 人民币呢 依然都非常的强势啊 可以说整整强势了两年 那这两年强势的一个基础是什么 基础就是在这波疫情之后啊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扩大了它的进出口份额 而且呢 同时扩大了它的这个贸易顺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在2020年疫情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从二季度开始啊 中国的贸易顺差呢 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台阶 可以看到 这个每个季度的柱子啊 都很高啊 这个同比也好啊 环比也好啊 都非常高 那到了一直到了今年的前两个季度 依然很高啊 可以看到这个啊 包括二季度啊 又是创了季度的新高啊 所以说这个疫情呢 呃 带给这个世界工厂啊 可以说是啊 让世界工厂的这种发挥的效率啊 更上一层楼啊 因为全球央行的大放水 大印钱 那中国世界工厂的这个份额呢 也随之提高 同时呢 贸易顺差呢 啊 也继续扩大 所以说这个呢 是这一轮啊 持续两年的人民币升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啊 非常重要的基础 同时呢 还有一个基础是什么 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内部的基础啊 就是在疫情之后啊 其实中国经济呢 有一段恢复的时期啊 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吧 整个上半年都还是蛮好的啊 一直到下半年也还行吧 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内部的因素也要稳固啊 其实人民币汇率呢 它是非常综合的一个指标啊 它既可以反映内部的这个风险程度啊 也可以反映这个外需的这个强弱的强弱的一个指标啊 那整体来讲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的长达两年的这波升值趋势呢 反映的就是中国经济内部相对稳定 外部呢 需求非常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非常强势啊 那从4月份之后为什么开始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转折啊 开始迅速的开启贬值啊 其实核心因素呢 就是4月份的外需呢 还没有迅速的转弱啊 那4月份主要是因为上海的疫情的风口 上海疫情大家知道这个啊 对上海啊 包括全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看各个经济指标啊 你看到4月份基本都是断崖式的啊 因为上海啊 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和重镇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城市啊 它的这个啊 疫情的这个啊 风控啊 然后对经济的影响呢 非常的广泛啊 所以说啊 4月份呢 有一个 有一个整个经济指标呢 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下降啊 也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 内部啊 内部的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啊 在4月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面就看到这个5月6月国务院也着急了 对吧 搞这个 啊 稳定期大盘会议啊 包括4月份降准啊 等等啊 一系列的刺激措施都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4月份呢 确实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面临的这种系统性风险啊 或者是面临的这种滑出合理区间的这种风险啊 大大的增大了啊 所以说4月份 这波开启的贬值呢 主要是一个内部风险的一个释放啊 就是内部积累的太多的这种风险了啊 人币汇率的这波贬值呢 主要是体现这个啊 那之后呢 实现了长达三个月的横盘 从5月中旬啊 一直到8月8月中旬的这个横盘啊 那横盘之后呢 最近这一个月啊 又重新开启了这个贬值趋势啊 那这一波贬值趋势呢 就有一些不同了 那这一波贬值趋势呢 既有内部因素 也有外部因素啊 尤其是这个外部因素呢 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内部因素不用说了 在这个5 6月份刺激完以后 7 8月份经济又有回落的压力 对吧 呃 这个从很多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高频的数据啊 包括涉容的这个增速的下降啊 我们都看到了 那也给大家讲了 包括PMI的这个重新跌落到枯容区间以下 就是49啊 这个位置 都印证了啊 就是8月份以来啊 以后啊 这个内部经济的下行压力呢 又回来了 那另外一个最更为关键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需求的开始的这种疲弱啊 7月份呢 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历史机制啊 7月份贸易顺差是1000亿美元啊 到了8月份就开始回落 那然后等到这个啊 8月中下旬9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啊 上海的集装箱货运价格指数啊等等啊 全部开始迅速的拐头向下啊 包括啊 包括当然 还有这个周五的时候啊 很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重磅 就是关于这个联邦快递啊 他呢 给出了非常悲观的业绩指引啊 然后让是全市场的都非常的害怕 那因为联邦快递呢 可以作为一个啊 美国经济或者说是全球啊 这个这个OECD啊 就是这个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晴雨表 那他的货运 这个他的CEO啊 直接警告说 我们正在进入全球性的衰退啊 但是公司这些数据呢 并不是很好的预兆啊 因为他是这个货运啊 物流所以呢 对经济呢 也比较敏感啊 就是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说 这是因为我们反映了其他所有人的业务 尤其是世界上高价值的经济体啊 然后说这个呃 全球货运量在8月左右 疲软加速的影响非常深远啊 所以说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啊 整7月份呢啊 就是一个外贸的一个顶点啊 一个巅峰 那从7月份之后呢 啊 到了8月啊 9月啊 这个外贸的会迅速的回落啊 就是外需呢 会迅速的走落啊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 因为这个全球货运量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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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全球的经济体啊 在美联储跟随美联储的情况下 都做出了大幅加息的动作 那这种加息的效果呢 啊 势必会反映出来啊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美国加息啊 这个现在加到2.5啊 加了4次 9月份马上还要加75个几点 对吧 那欧盟啊 英国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啊 都是被迫的啊 大幅的跟随加息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全球经济的疲软呢 是是一个确定的事情啊 只不过是多长时间的问题 那到了8月9月以后 这种加息的效果 全球大幅加息的效果呢 终于啊 开始显现啊 整个外序呢 开始开始疲弱啊 那所以说人民币汇率呢 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新的变量啊 就是这个外序开始走弱 贸易顺差呢 可能会下降 同时呢 内部经济的这个回落压力呢 也在增大 那所以在内外啊 双重的因素下 那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呢 开始呢 出现了新的这种压力啊 而且贬值速度也比较快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突破7啊 突破7以后呢 周五有一个回落啊 有一个回落 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内外两方面的这个 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呢 是汇率贬值的这个根本因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呢 定时直播 那我们呢 下期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